啊... 啊... 這是全民喵咪大戰爭時間了啊 那今天晚上七點的話呢 有一款非常非常有趣的遊戲 想要推薦給大家喔 是關於我們的 欸也是大戰爭類型的啊 那我覺得那款遊戲的話真的是 蠻需要排兵步陣跟鬥智鬥腦的喔 那種遊戲的話我覺得這個哲平是蠻喜歡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一起加入一下 我們的原始大戰爭的行列好不好 那晚上九點的話會有我們的 喵吉拉之旅 喔 很久沒有開歌吉拉之旅了 因為今天開上去的時候發現 啊 居然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正在進行當中喔 是什麼活動的話大家也可以來看一下喔 好 那今天本帳來做什麼事情呢 本帳今天的話要來打一下 今年年請多多指教強襲關卡 好不好 這個總共有10關啦 然後裡面百分之百可以獲得稀有券 所以又是稀有券券累積時間好不好 虎年LVE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啊 這個是那個欸 就是要那個就是 花那個就是喵利打的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挖滿 四個喵利打來看一下這個虎年關卡究竟是什麼 唉唷 虎年這邊大太陽喔 是吧 神奇典禮的感覺是不是 好 目前來說出現的是我們這個 大太陽 然後 這個大太陽的話攻擊比較麻煩啊 就是我們全地圖範圍的暫停 然後它的血量是2022 好不好 滿可愛的 喔欸 好可愛喔 小老虎 穿著虎紋的這個小敵人 這滿可愛的 這個應該也是鋼鐵敵人類型的吧 這個 感覺是喔 這種就是要彗星一擊打過去 然後直接打他們塔的感覺吧 因為這個是2022嘛 你看我們現在打他 起樣都沒有掉 這滿可愛的欸 是小老虎裝 他們好像每一年都會有這種特別的 像去年的鼠牛虎兔嘛 去年是牛裝對不對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還是是什麼 忘記了 反正鼠牛虎兔現在是虎牛 不是虎牛 虎年 現在是虎年 所以有這個 小老虎的這個小敵人 壯齒沒問題 取得紅包 稀有券一張 沒有問題 得手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繼續課 剛好十罐 把他課完 來 第二關 虎年LV2 好不好 這關我們帶一下看一下肉骨獸 會不會比較方便打 好不好 來 我們來換一下 不然我們直接看一下 有沒有用這套 用這套好了 這個肉骨獸的隊伍 直接拉斯GOGOGO 苦年LV2 好不好 現在目前來說 今天已經是 2月5號了嘛 應該是初幾啊 初五了吧 初五的話 大家目前都在家裡幹什麼 我跟你講啊 我姐啊 我爸我媽啊 已經在下面看電影 看了差不多四天了 好不好 然後哲平啊 在這邊工作錄影片 好不好 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 昨天我下去的時候 我姐還跟我講說 欸 XXX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坐在這邊四天了 哈哈哈哈 我是太猛了 你知道嗎 那沒辦法 因為疫情你也沒辦法去外面跑 欸 他好像是一個那個欸 就是 那個太陽是一個防護罩 然後那個太陽的防護罩 把那個塔給保護住 所以你要用我們的鋼鐵 爆擊的貓貓去把那個防護罩 K掉 然後K掉之後 他才會顯現他的塔 那你才可以打那個塔 感覺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不好 他們真的是超猛 每天看電影 每天看 我跟你講不是看一部喔 每天看他們兩三部吧 那還有追劇 哇真的是 一群快樂的老人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每天都在下面看電視喔 好不好 然後今天哲平差不多十點多起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爸早上就在那邊播音樂 不知道在播什麼東西 播超大聲的 然後一直在那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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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有沒有 然後我就起床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就開始來錄影了 現在是 現在是十一點四十分你知道嗎 莫名其妙 很high內 真的是過年很high 而且 我們家最近就是 換了那個新的那個音響 還滿爽的 就很白癡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家那個新的音響 因為之前我有請那個 OTK的姚哥跟那個老茶他們 來我們家唱歌 還有蛋蛋 然後 我們家這個唱歌機器超強的喔 就是 他可以就是直接播那個YouTube的 那個 就是去YouTube上面找音樂 然後重點是什麼 他會幫你去人聲 所以代表什麼 你只要搜尋到了音樂 你都可以唱 喔 那個時候 他們真的唱得好開心喔 真的是很爽 好 那這關的話 基本上那個太陽防護罩真的好像 是我們那個鋼鐵敵人喔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 用我們這個肉骨咒 把那個防護罩打掉之後 然後就可以來去打這個小老虎了 但感覺好像就只有這個小老虎跟太陽 是不是啊 對啊 你看這敵人就只有這幾隻欸 還是第五關的時候會改變 不知道我們來看一下 超好笑 那大家現在過年都在幹什麼 因為我記得 我基本上 我不是記得啦 就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太常往外跑啦 還是你們都有出去玩 因為 現在其實疫情也是滿緊張的 不知道大家都在家裡做什麼 你們在家裡做什麼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 阿哲平每天就是 起床 然後刷牙洗臉 然後錄影片錄影片錄影片 然後吃飯 因為哲平一天只吃一餐啊 然後吃飯 然後錄影片錄影片錄影片 然後睡覺 就這樣 這就是 我的行程 跟平常的時候沒什麼任何的改變 好不好 對 跟平常沒有什麼任何的改變 其實當youtuber當到後面 你就會發現其實生活就是 如果你是做 手機遊戲或是做一些遊戲的啦 你不是像那種就是 要出去搞外拍阿 或是要想一些新計畫的 你就是 跟著一個系列走 比如說你做創世神阿 或是玩我們這個手機遊戲之類的 你就會發現 你每天做的事情 基本上 一模一樣好不好 整邊基本上從2017年開始就是 比較 就是開始加入 就是youtuber這個大家庭嘛 大概是 2017年的時候來錄 錄這個嘛 全職嘛 然後開始到現在 每天的生活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是每天玩遊戲 然後玩六部影片 六部影片出完 然後上去 前段時間比較不一樣啦 因為前段時間不是有去 就是youtube FB做直播嗎 就是你做完影片之後 還要按插一個直播時間 然後像現在的話 每天就是早上起床 然後玩遊戲 玩遊戲 然後錄影片 撿影片 撿影片 然後吃飯 然後開始玩遊戲 然後錄影片 撿影片 撿影片 然後上傳 晚安睡覺 掰掰 差不多就是這樣 除非就是出去 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平常在家裡 就是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的生活會變 非常非常機械式 所以導致於就是 今天是禮拜幾阿 或是什麼時候了 你就不知道 好不好 像前段時間 在初一之前 就是在除夕夜之前 前一天 我就問我媽說 阿咪一定要幹嘛 阿咪要除夕阿 你不知道嗎 我說 蛤 是喔 然後就回房間了 那就是 youtube的 youtube的一天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 就要自己去規劃的時間 但是其實說真的 除了玩遊戲 也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所以 最近都會一直在找一些 很好玩的遊戲 像今天晚上7點那個遊戲的話 我是覺得就還蠻不錯的喔 可能會繼續玩下去這樣子 然後 4月多的話有一款那個 很像皇室戰爭 跟明日方舟 再加貓咪蛋戰爭的遊戲 那款哲平也是蠻期待的 而且也是 很多妹子的那種喔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蠻多一些好玩遊戲的話 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或是分享一下你們平常 在家裡都在做什麼事情喔 可以讓哲平參考一下 不然我真的是 其實每天 每天這樣過的規律的話 時間就過得很快阿 你就會覺得 唉唷 怎麼一下就晚上了 唉唷 怎麼一下時間不夠用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以前都會覺得 哇 時間怎麼過那麼慢 現在每一天你知道嗎 摸摸 東邊摸摸 西邊摸摸 馬上就晚上了 然後才發現 唉唷 好多東西都還沒弄完 這樣感覺 好恐怖 好 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打到LV8囉 來繼續看一下 因為這關卡好像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欸 他就是小老虎 我覺得很可愛 但是他就是 到第五關之後 好像也是都一模一樣的喔 所以主要來說 應該就是那個 讓大家那個 來拿好東西的 然後主要來說 他這個血量阿 都有一直在2022的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是2022年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直有在 就是讓我們看到2022的那種感覺喔 好 沒問題 然後就是太陽跟我們這個 小老虎阿 我覺得 其實 你們不覺得其實小敵人 還蠻 還蠻忙的嗎 每一 每一年都要 有一些新裝扮 他們每一年都要出來 然後 跟大家就是 happy happy 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無敵破壞王 無敵破壞王 無敵破壞王的話 不是他們都要進去那個遊戲裡面打工嗎 然後就要進去 被打死阿 或是幹嘛 然後休息時間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開始怪怪的喔 等會喔 小老鼠 小老虎等一下 等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哇 爆 哈哈那邊 再引個 是 ��� aje 哇 哎 哇ee 你看 insert 在輕敵阿 這群小老虎也是會把你咬死的欸 訓萬不可輕敵欸 前面在那邊聊自己的私情聊得那麼開心 然後現在他們直接聊得很開心是吧 然後直接把你給打爛欸 哇小弟弟我們現在存一隻大的好了 我不知道他們這麼強欸 意外的還蠻猛的欸 哇小弟弟也是 也是不是省油的燈喔 這人太輕敵了 被小老虎咬爆 好我們這邊出一隻黑傑 小老虎應該是一般性敵人吧 哇直接 看不到他們被打飛的這樣子欸 直接消失是不是 真的是直接消失欸 被黑傑弄到直接消失 啊這邊再加一個這個 我們這邊會越積越多啊 重點是太陽這邊還會那個就是暫停 虎年虎年 來洛古獸 到你做事的時候了 啊敲掉沒問題 所以那個太陽其實是個防護罩欸還蠻可愛的 好LV8好不好LV8開始好不好 讓哲平注目到了很恐怖的東西 厲害厲害好不好 但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努力 他這關卡好像瘋狂在送我們那個欸 喵咪的那個銀券啊 喵咪轉蛋券 狂獸猛獸那一種好不好 所以LV8關卡開始的話大家就不要這麼衝了喔 因為像剛剛哲平的話就是 大寬強貓跟強貓然後派出肉骨粽然後再上去跟人家 打 他們現在不開心了好不好 那也是沒有辦法捏 那我也只能就是出更厲害的東西來壓制他們了喔 好現在基本上就是 把我們這邊打出去應該就ok了好不好 因為這邊基本上都是我們那個 在打無屬性敵人的 欸?! 打無屬性敵人的 欸沒事 我怎麼記得好像有一隻可以打無屬性敵人蠻厲害的 喔沒有啦 那個是那個無屬性關卡啦 不是我們的貓貓厲害啦 我想說 我想說欸?! 黑騎士是不是可以打這個 但是黑騎士他是打異星跟那個啦 所以不行 欸不是欸這個小老虎是真的 真的還蠻猛的欸 某種程度來說欸 你看現在我們黑傑要砍兩下他才會死 欸他補線的速度超快 你看超猛的 超猛的 再加一隻哈姆特吧 欸真的會被推爆欸 欸不是 我姆特帽掛了欸 哇 兇很小老虎 等一下 太兇了吧 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黑傑因為 快要沒血了所以 現在有那個 越戰越勇了 現在就是打一下 小老虎就掛了 但是我們推不進去啊 黑傑掛啦 哇 哇 欸不是欸 你們真的不能小看他欸 他們有點猛欸 猛到我直接把 黑獸系列都出出來了欸 夭壽 不是量太多了喔 而且很強欸 不是欸 欸等一下 哇靠 認真 等一下 真的假的啦 真的還假的 不是吧 你們不就是一群小老虎而已嗎 這麼難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不可能吧 我再拉面王一下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這一定是幻覺 我一定拉面王就直接把他們給KY了 不可能這樣子 好扯喔 什麼鬼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一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不可能那麼強的啦 你看拉面王就扛住了 欸 哇靠 等一下 你認真 你認真 因為他們疊起來之後那個 攻擊速度超快的欸 不是欸 兇賀的小老虎喔 兇賀的小老虎欸 我們這邊加了拉面王一隻應該OK啦 好不好 哇 加了拉面王一隻的話 更坦了 說話來說應該剛剛那個坦不住喔 好扯喔 發生什麼術了 女王後面補個陣 這次我們要認真了 我們要全部都叫出來了 不能再嘻嘻哈哈了各位 風暴風暴 水水水水水 哦 要這樣才打還進去欸 這小老鼠 不是 小老虎到底是怎樣 哈哈哈 妖獸 欸真的 不能輕敵欸 快把他給打掉拜託 要動位條啦各位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隱約可以轟到塔欸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不把防護罩打掉還是可以轟到塔 不是啦 露國罩快點 加油 哇這紅包有夠難拿 妖獸咧 然後就拿這個貓咪轉蛋券 你只為了拿一個貓咪轉蛋券打的那麽辛苦 好來了最後一關 LV10開個加速 來啦 這應該ok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加速之後的小老虎會變成怎樣 應該更high 我覺得派上拉麵王之後有更穩定一點點了喔 我先把加速關掉 會怕 會怕啊 快點快點快點啊 黑劍人等一下 不要衝這麽快 你會死喔 這群小老虎 有點誇張喔 是變態的小老虎喔 不是喔 欸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 仰光在那邊幫他們那個定我們 好不好 然後小老虎就會往前一直過來 這誇張了 你看被定到了 咒斯繼續補好不好 超級猛猛大軍 來打這個活動關卡 夭壽 不是這群小老虎真的是 太讓我shock到了好不好 你看 母特貓居然 沒辦法殺死他們 太好笑了吧 對耶 欸 等一下 完了 黑劍掛了 快補一個黑獸 不是喔 太扯了吧 欸 這真的扯欸 這 何方神聖 何方神聖 看似可愛 隱藏邪姬啊 各位 不是喔 哪那麽誇張 哇 他快要 打不進去了欸 喔喔喔喔 拜託拜託 有吧有吧 有吧有有有有有有 堆起來了 得加布啊 不得一下我 欸有 爆到爆到爆到 nice 喔 搖壽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小老虎欸 這些可愛又邪惡的東西 喔 贏了 就為了這個稀有券 好不好 打得那麽辛苦 欸 這個觀感是真的蠻難的欸 不要在那邊開玩笑好不好 今年也請多多指教啦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Pono公司 非常感謝貓戰 真的是有夠好玩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打過我們這些小老虎呢 你們是用什麽角色來打他們呢 你們這些小老虎力不厲害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去玩到這邊了好不好 大家一樣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萬事如意 然後記得疫情的時候要好好了 待在家裡 祝大家身體健康好不好 那我們視頻再見囉 大家 拜拜啦